伏伙破不开她的心脚 得换点尖锐的瓦器 攻击如今一击 来不及细杀自然动仰 再这么打下去 奥仪师叔要被扎成刺猬了 这是什么法器 你把我扎下去还能喘气呢 奥仪师叔本来就不高 什么 我们认输 我等想与小穷风的高徒切磋 小穷风 门内最弱的风头 金敖岛此举何意 难道想故意折入杜仙门 应该是想避免道门争端 小穷风实力如何 稍加打听片子 金敖岛活生面上有光 咱们杜仙门也不算是了面皮 小穷风有师徒三人 不知道友想与哪位切磋 李长寿 奥仪 他搬入了金敖岛 龙族遗向傲门 如何会与道门为伍 为了大败兰衣老道 为了大败兰衣老道 我要去道门拜师 修夕圣人道法 为了重整龙族 我要扬明四海 以领族中弟子 败入道门 扬明计划第一步 细行龙宫一战的污点 回重与上人 我师兄李长寿 修行遇到瓶颈 必死关了 还好准备了毕敌计划 三云玄火 不更 不更 人处先行神龙所转 所形成的骨子 可以形成某种阵势 以作抵挡 最后一道天劫不对劲 奇怪 除了天劫 好像还有其他的东西 不急 在此地 看看他能否撑过最后一道 你应是撑不过的 每个字 啊 完美渡过最后一道天机 我只知道我是你导的鬼 这一日破银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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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 我是天仙 这一日破银沙 我确实没有参与西式人族精器 你不信的话 竟有功德 圣母女娲则以造人取功德 但这狐妖身上的功德 这是祖传功德 我族祖祖先曾在乌妖大战期间救过人族 因此获得功德传出我背 你们若杀了我 我身上的功德便会转化为你们身上的业障 我身上的功德 我身上的功德 谢谢大家